大家好, 歡迎來到2022年 寄養家庭服務長頒獎典禮 這麼久沒見, 是否很想念呢? 雖然是疫情嚴峻 但沒什麼可以阻礙我 和各位寄養家長、大小朋友的見面 今次大會, 何天放在線上 加許一群勞虎公公的寄養家長 記錄下他們在兒童福利服務上的成就 在這麼有紀念性的時刻 社會福利處處長梁重泰, 太平紳士 有話想跟大家說, 有請梁處長 各位嘉賓、寄養家長、小朋友 寄養服務機構的童工 以及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2022年 寄養家庭服務長頒獎典禮 因為疫情的緣故 今屆的頒獎典禮 首次是以錄影的方式進行的 今年頒獎典禮的主題是 既有情亦有愛 過去兩年, 香港即使受到疫情的衝擊 寄養服務仍然得以持續 實在有賴各位寄養家長 一直以來的無私付出 他們在嚴峻的疫情當中 仍然緊握著寄養兒童的手 不離不棄 為寄養兒童提供一個遮風蕩餘的家 他們一方面陪伴著寄養兒童 經歷成長的苦與樂 讓他們體驗到愛和信任 為他們將來與原生的家庭團聚 作出準備 另一方面 亦讓寄養兒童的原生家庭 有空間解決自身的問題 最終可以接孩子回去照顧 達到家庭團聚的目標 今屆獲獎的寄養家庭 共有398個 可算是歷年之冠 在獲獎的名單當中 有兩個寄養家庭 已經投入寄養服務超過30年 另外有11個寄養家庭 亦服務超過25年 這些令人鼓舞的數字 印證了寄養家長 在保障兒童福祉方面的付出 我是為你們感到驕傲的 雖然因爲疫情的緣故 我們未能夠透過實體頒獎典禮 向各位獲獎的寄養家長致敬 我們已經預備了獎庭 獎狀和餐獻 值以感謝大家歷年來 對寄養服務的貢獻和支持 社會福利署中央寄養服務科 於1982年成立 今年剛剛達成立40周年 適逢今年也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 我藉此特別的日子 短片的拍攝 令到今次的頒獎活動生息不少 今天亦都適逢是母親節 我藉此機會祝各位母親 母親節快樂 並且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多謝梁處長的勉勵 今年頒獎典禮的主題是 既有情亦有愛 自2019年開始 我們的生活秩序 一直反覆受疫情影響 無論大人、小孩 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我們一班偉大的寄養家長 無論社會環境多麼困難 都一直堅守崗位 守護著寄養兒童的身心健康 這一份愛心、使命感 責任感,非常令人敬佩 事不宜遲 有請各位主禮嘉賓 包括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重泰太平紳士 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周鳳梅女士 連同十一間夜 寄養服務機構主管 以及代表主持典禮開展儀式 多謝各位寄養家長 一直以來的無私奉獻 為寄養兒童帶來溫暖 多謝你們黑盡己跡 多謝你們不離不棄 多謝你們盡心盡力 多謝你們不辭勞苦 多謝你們不眠不休 多謝你們盡期所長 多謝你們不分就贏 多謝你們不求回報 多謝你們年終無憂 多謝你們盡忠職守 多謝你們有勞有怨 既有情亦有愛 的確是聲勢浩大 多謝所有主禮嘉賓 為寄養家長注入精能量 相信所有寄養家長都非常鼓舞 以下下來 我想帶大家看看 我們的寄養家庭 中生、中太 如何用愛和珍誠 在疫情中 去為寄養兒童作出無私奉獻 落實體驗既有情亦有愛的精神 就算要我選擇多次 我都一定會做寄養家庭 其實很難得 我覺得這些是一個緣分 很難得 只看上來或很不開心 看回相片或想回他們的對話片段 會很開心 你跟誰一起住 我跟哥哥玩的 跟哥哥玩的 說得很重要 就是我和哥哥玩的 像哥哥玩的 說得很獨立 和我和哥哥玩的 有意義 可以幫到別人 小的時候 我在家裡照顧照顧 小女兒 現在的女兒大了 以及他們生活了 我是很豐足的家 他不知道有些小孩是很可憐的 我讓他了解幸福不是必然 我亦都欣賞兩個女兒 學會怎樣跟別人分享 他們都是開心的 還有自己多了一個奮鬥目標 多了一些事情做 其實是好的 亦都證明我有足夠的健康和能力 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福氣 他知道我喜歡吃牛筋 故意留一塊牛筋 等我來到才吃 覺得很窩心 很疼我 我就更加會疼他 我就發覺慢慢多了一個情敵 我每晚洗澡 他就會走到我床上霸佔 我發覺他哄我老婆比我更厲害 你不可以經常霸佔我老婆 我要經常霸佔我老婆 為甚麼 對 有時候我不需要吃藥 他會主動自己給我一些藥 天狼地凍 但給我一杯水喝藥 始終小孩從天真無邪 到大過到中學 到現在青春返本期 我都在學習 亦都在摸索 他又看我的底線 我又看他的底線 討論是可以的 我們互相仍是可以的 因為我會帶他周圍去 經常他有開心的東西 我希望可以繼續下去 這份緣分 是忙了辛苦了 因為又要擔心他們消毒 怕他們受感染 又經常要留在家裡 不能出去 讓他們要想很多活動 讓他們在家裡做 我覺得你對抗疫情最好 就是太陽 所以如果好天 我都會盡量帶他出去 譬如有一輛車 會有適當距離保持住 還有讓他們知道外面很大 周圍去 這些小孩不可以像團養 那樣子 我覺得是男孩 我也很開心 可以帶著他們去 其實大家都挺充實的 在這個疫情之下 就更加困難 我要花多一點時間 和心思在身上 一回來就會 洗手洗手 做很多這些功課 看到了 小朋友也有出力 也有提醒我 說你那裡還沒洗手 還沒換褲 不要坐這裡 大家也過了一段這樣的日子 還有小朋友也適應了 因為現在不用提醒他們 都自己懂得防護 保護自己 其實我很希望 真的可以多些人幫忙 其實我有時候 看到鄰舍 子女大了 我都問你會否做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好 幫了多些人 因為小朋友真的很可憐 而且對自己也好 對家裡也好 當你肯付出 用心出來 發覺你得到的是一份 可能是溫馨 可能是一份關心 一份很深厚的感情 你只能拿出心就行了 希望多些人可以幫忙 看完中山中泰的故事 我想再跟大家介紹兩位 人靚心善的寄養依依 陳泰和吳泰 看看他們如何愛傳承 延避嚴重愛 兩位 甚麼原因拘施你們 參與寄養家庭服務呢 陳泰 我本身是家庭主要來的 有其他女兒 有個小朋友 隨著女兒慢慢長大 我覺得自己有一定的時間 還有空間 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小朋友 同時也希望有相近年紀的小朋友 可以陪著女兒一起去成長 為甚麼呢 我本身自己做了時裝生意 17年 受到陳泰的感染 看到他們一家都很振心 振力地去照顧的樣子不同 是去令到 間接令我低起心肝 放下自己的時裝生意 在家人的全力支持底下 我都決心加入的養家庭 陳泰不僅介紹一下 蓉塔去參與養家庭服務 你還建立了群組 群組有甚麼作用 我們會在群組中 分享照顧兒童的苦兒樂 和一些應變經驗 彼此互相沽和支持 參考各位醫醫的應對方法 各位醫醫的支持下 我發覺自己要有力量和信心 他會繼續面對難關和挑戰 很聰明 那吳太太 你在群組中有甚麼得著呢 也有的 我在群組中 他們醫醫的經驗 令我大開眼界 很多時候 我都會 育兒上有些問題 會問他們 你自己也有照顧小孩的經驗 也不是的 他們有時會扭腦、白驗、 不吃東西等問題 也有時難拆招 問到在群組中 問他們 他們也有很多處理的方法 我更加明白到 讓小孩有更多的需要 臭小孩的育兒的過程 總有些難處 你有沒有遇過 都會的 有時遇到激心的問題 都會有氣餘 但眼睛兩個小孩 跟地養兒童相處 都很愉快 又很濃烈 他們又可以很開心地一起玩 都會令我繼續堅持下去 陳太 吳太的加入 令你的生活有否不同了 是 吳太的加入 令我的生活變得不一樣 他很冷 又喜歡熱流 經常邀請我和激養小朋友 參加聚會轉一步貢股 和強化了我們群組的支援 這麼厲害 令我繼續堅持成為一個激養家長 最後有甚麼呼籲 希望你有能力、有心的朋友 加入這個激養家庭學行業 陳太 加入激養父母 第二次是一家人的事 例如先生 帶小朋友去參加活動 女兒都會陪伴在座右 同時女兒都會做個榜樣 希望可以幫助成長中的激養兒童 建立一個良好行為 如果一家人都喜歡小朋友 同時都希望會有不肯經歷的激養兒童 希望大家擁有激養兒童 加入激養兒童 加入激養兒童 這個大家庭 林太呢 我得到激養兒童的全力支持 眼見兩個兒童 又變得很乖巧 很成熟 激養兒童在我家庭裡 又很正面地成長 他們都會令我繼續堅持做激養兒童 我在這裡大力地鼓勵 呼籲真是有心、有能力的家長 加入我們的激養家庭 謝謝兩位的分享 在這裡希望有心和有能力的人士 多點參與激養家庭服務 造福有需要的兒童 秉承愛全城 延續愛 看完兩個激養家庭的分享故事 會不會都感動到你 想加入激養家長的行列 一起幫助有需要的小朋友呢 接下來就進入頒獎環節 大會邀請在位 很有號召力、很有份量的嘉賓 和大家主持 有請宋禧蓮小姐 謝謝大王,大家好 很高興可以參與2022年 激養家庭服務獎頒獎典禮 我知道今屆獲獎的激養家長 一共有398個是歷屆之冠 當中有兩位激養家長的服務 是長達30年以上 即是金字磚大獎的得主 宋依依和林太太 作為香港寄養服務的開拓者 直至今時今日 他們仍然是緊守崗位 照顧著有需要的小朋友 真是難能可貴 讓我們一起聽聽宋依依和林太太的心聲 好開心啊 現在得到金字磚這個獎 很開心啊 都很難得的 這三十幾年的人生 真的陪著他一起成長 是用心和感情 要陪著他長大 陪著他成功回家 我現在有年紀大了 我做了三十幾年 我希望有人接棒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都多了 希望有些家庭 真的拿個心出來照顧這些小朋友 就算了 斬下眼就做了寄養家長三十年 照顧小朋友的旅途上 難免是有困難的 但當我理解到寄養小朋友的需要 多點欣賞 和肯定小朋友的進步 就好像他們跨過了一個困難 對大人來說只是一件小事 但對小朋友來說 就是一件很大的突破 我有幸看到他們長大成人 自立 還懂得孝順父母 又有良好的品格 這些都帶給我很大的感觸感 和匯報 希望各位有心的人 繼續接棒 延續這份愛心 祝福更多的小朋友 多謝宋依依和林太太的真情分享 希望更多有心人願意接棒 繼續將愛成全 接下來我們會頒發 寄養服務二十五至三十年以下的 卓越自尊大獎 感謝這十一個寄養家庭 在過去四分一世紀以來 對竟養兒童不離不棄 以下就是他們的得獎感受 感謝這十二十年以下的 麻雀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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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颁发长期服务钻石大奖 获奖的102个家庭服务了15至20年以下 接下来我们就会颁发长期服务金奖 今届一共有73个家庭服务了10至15年以下 而获奖 接下来我们是长期服务银奖 一共有86个家庭获奖 他们服务由5至10年以下 最后我们会颁发飞凡贡献奖 本年度一共有139个得奖的家庭 是经寄养服务机构推荐 同时获得社会福利署中央寄养服务货支持 所有得奖的家庭都是实至名归 他们的非凡表现包括 全家投入、无私奉献、合作无奸、年终无忧 救急扶危、卓越服务和爱心非凡 再一次恭贺2022年寄养家庭服务奖颁奖 获奖的寄养家庭 冲心感谢你们历年来 在儿童照顾服务上的付出 成为寄养家长 帮助有需要的儿童 和渡过困难的日子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希望更多人愿意加入寄养服务 一起唯有需要的儿童出一分力 恭喜所有获奖的寄养家庭 希望你们喜欢大会 专程为你们制作的致敬短片 期望在下一届的颁奖典礼 可以亲身和大家见面 脱下口罩拍照 举杯庆祝, 约定你 同时, 希望大家看到这段短片的朋友 帮手点赞、分享 将寄养服务的信息宣扬开去 期望更多有心有力的朋友 愿意加入寄养服务 装大寄养家庭的服务团队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小朋友 请大家支持养养服务 成为寄养家庭 请大家支持养养服务 成为寄养家庭 请大家支持养养服务 成为寄养家庭 愿意叔叔叔, 多谢你 愿意叔叔, 多谢你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